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我们已经堂堂进入假年的四旬旗第一个主日 所以神父的祭坯也换上了紫色的祭坯了 四旬旗是一段紧锣密鼓准备目道者接受洗礼 并在圣喜圣事中与基督一起出死入圣的时期 而为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这也是一段心灵在目道生命再次更新的时期 所以四旬旗正是一段我们与耶稣一起经历旷野 并最终要抵达耶稣所预许的府地 也就是与基督一起出离死亡 进入复活生命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 教会一方面以四旬旗第一主日所举行的真宣礼 以及第三、第四、第五主日所举行的考核礼 等等入门圣事不同阶段的礼仪 来准备后席者参与预约二级 而另一方面 教会也以四旬旗每个主日的弥撒 而特别是弥撒当中的读经 来帮助信友们反省 以及纪念他们所已经领受的洗礼 同时也鼓励教友们用悔罪、不属和行爱德 来准备复活节 所以教会在安排四旬旗主日弥撒中的读经 基本上都是为帮助后席者 同时也是帮助我们已经领了洗的人 一起来反省圣喜圣事的意义 并且把我们所领受的圣喜圣事 结合在耶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之中 与耶稣同死同生 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所领受的圣喜圣事 是与基督的越奥基有一个紧密相细的关系 当水淹没我们头顶的时候 表达了我们愿意与耶稣一起死去的决心 而当我们从水中出来时 则表示我们参与了基督的复活 因此四旬旗第一个主日的福音 就选择了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诱惑的叙述 这段福音除了标记出四旬旗已经开始了之外 教会也希望透过耶稣基督的榜样 而使信友们都能获得启示和动力 忠实地去活出四十天的悔罪旗 耶稣四十天面对邪魔的诱惑 并在诱惑的磨难中获得了胜利 事实上 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复活之主的光荣 已然在此克服魔鬼的胜利中 闪闪神会 他将是那通过自己苦难 死亡跟复活 给予魔鬼最终极 以及决定性打击的那一位 因此弟兄姐妹们 在四旬旗的一开始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耶稣克魔诱惑的胜利 我们更是看到了耶稣一次而永远的终极胜利 而借洗礼而得救的我们 我们的生命也要活出耶稣的苦难 耶稣的死亡 耶稣的复活 我们要分享基督的终极胜利啊 然而 然而 耶稣他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去活出这充满考验和试探的生命 所以从我们生命当中的旷野 一路到十字架 从十字架到复活 耶稣一路陪伴我们 他甚至选择了最痛苦的方式 去为我们经历的这一切 当耶稣在旷野里受魔鬼的挑战 和试探时 魔鬼首先企图去转变 耶稣对自己使命的那个意识 想引诱耶稣 运用自己的神圣能力 来追求人世间的显赫光荣 因此 当耶稣四十天进食之后 你们看 魔鬼的第一个致命的试探 马上就针对耶稣的立即需要而来 也就是把石头变成面包 为我们来讲 只要耶稣动一动石头 那些在沙尘滚滚的沙漠里面 水手你可以捡到的石头 都要变成蛋糕和热腾腾的面包 耶稣的饥饿马上不就可以消解了吗 这同样的诱惑 我们在天主的选民 也就是以色列人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 以色列人 他们也曾经经历过如此的诱惑 记得吧 在旧约当中 出谷记里面 当梅瑟带领以色列人 出离埃及的奴役 而一路走到旷野的时候 他们又饿又渴 于是他们开始抱怨天主 开始责备梅瑟 他们向梅瑟要食物吃 要水喝 他们要 而且马上就要 弟兄姐妹们 这试探 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试探 我们生活当中 有好多的困难跟磨难 都在诱惑我们 用最快的解决方式 去处理我们生活中的 各种困境跟难题 今天 我肚子里的孩子 将会成为我生活的累赘跟负担 最快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躲胎嘛 今天 我的另一半 不合我意 最快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大吵一顿 然后 离婚 今天我的孩子 违逆了我的心意 最快的解决方式 就是痛打一顿嘛 今天我受了屈辱 最快的解决方式 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今天我嫉妒某人 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排挤他 让他无立足之地 今天 今天 抹人 让我很不满 最快的解决方式 就是毁谤他 今天我渴望爱 最快的解决方式 就是寻求不正当的性关系 今天我感到寂寞 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 磕大麻 注射毒品 今天 我渴望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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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快的解决方式 就是用不正当的勾当去窃取 今天我渴望爱 今天我渴望全力 最快的解决方式 就是用不正义的手段去获得嘛 是的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常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我要 而且我马上就要的方式 去接受了魔鬼的诱惑 我们也常常如同以色列人一样 向天主抱怨说 我们要马上就要 可是耶稣拒绝了这个诱惑 他紧紧抓住自己的使命 而向魔鬼说 人生活不只靠病 而也靠天主口中的一切言语 耶稣所受的第二个试探 是拒绝自己卑微的木匠身份 而成为一个显和的人 魔鬼的方式是 诱惑耶稣 从圣殿顶端跳下来 而当所有的人看到这个举动的时候 一定会给你如雷的掌声 而不再只是说你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而且就会承认你就是天主所派来的墨西亚 弟兄姐妹们啊 这个诱惑也常常是我们的诱惑 我们常常像一个穿着体面的表演者 敬演一些冠冕堂皇的强者把戏 总设法要掩盖我们的不足和软弱 或者是拒绝承认我们自己的贫乏和创伤 于是虚伪代替了真诚 谎言代替了真理 然而耶稣他拒绝了这个诱惑 他拒绝成为一个表演者 他不要用那走在火红的木炭上 或走在钢丝上的表演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于是耶稣向魔鬼说 你不可试探上住你的天主 魔鬼给予耶稣的第三个试探 是全世的诱惑 魔鬼对耶稣说 只要你俯伏朝拜我 我就把世上的一切国度极其荣华 我教给你 弟兄姐妹们啊 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全世的诱惑 也常常令我们相信 我们自己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有掌控别人的能力 所以我们常常要别人闭嘴 听从我们 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 然而耶稣拒绝了这个诱惑 他向魔鬼说 你要朝拜上主 你的天主 唯独侍奉他 不仅如此 耶稣甚至还抛弃了 他自己所拥有的神圣权威 他空虚自寄 成为如同你我一样的一个人 甚至以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 像我们彰显的天主的大哀 或许十字架的爱 不是一门容易学得的功课 因此我们常常用世俗的权威 去而代之 似乎成为别人的主宰 必为人牺牺牲要孩的荣音 而成为别人的天主 也比成行天主的旨意 要来得简单 耶稣明明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 你们能赢我要赢的悲吗 可是我们抛给他的回答却是 愿在你的王国内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要坐在你的左边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个就是耶稣 他所为我们经历的魔鬼的试探 而当我们在领受洗礼的时候 我们也都被问到 你弃绝魔鬼 以及魔鬼的一切行为跟诱惑吗 我们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回答说 弃绝 相信 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嘴巴去回答 而也是用了我们那充满挑战 和试探的整个生命去做了回应 但是 我们之所以敢做如此的承诺 是因为我们深知耶稣 他已经为我们在旷野里受了试探 而他的胜利 已经胜化了我们生命中的旷野 愿我们都能够借着这一个满载天主的爱跟恩宠的时期 一个部署和皈依的四群期 更能够有意识的认清 也谦逊的承认我们生命中的挑战跟试探 并且在耶稣的伴统下 都能够向魔鬼说不 所以本主日的第一篇读经创世纪律 就是叙述亚当跟厄娃 如何受到了魔鬼试探 而沦入罪恶当中 所以读经一跟今天的福音 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立关系 第一个亚当对魔鬼的屈服 为我们带来了万劫不复的罪 而第二个亚当他克胜魔鬼 却是使我们从罪的败布当中再度复活 所以保禄中途 在今天的读经二罗马人书当中 当他谈到恩宠 怎样战胜罪恶的时候 他就这样说了 但是恩宠 绝不是过犯所能比的 因为如果因一人的过犯 大众都死了 那么天主的恩宠 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 所施予的恩惠 更要丰富地洋溢到大众身上 是的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是领受 从耶稣 祂的月老祭而来的恩惠的人 所以 在圣灰礼仪当中 我们胆敢走在祭台前 领受圣灰 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勇气 我们所凭的 就是耶稣所为我们带来的 那个败不复活的恩宠 我们在圣灰礼仪中 领受的这个圣灰 正是我们向魔鬼说不 而向天主说是的记号 要忠实于我们在世询期 一开始所领受的这个记号 我们需要拥有天主的恩宠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自甘自冤 去直视我们生命中的阴影跟黑暗 我一直相信 恩宠跟我们的心得是成正秉意义的 我们越是深入地相信 复活事件所带来的光明 天主的恩宠就越发足够 我们去探究我们生命中的黑暗 并且向我们生命中的黑暗 大声说不 是的 弟兄姐妹们 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 他也是我们力量的全员 他是天主恩宠的保证啊 他将陪伴我们走过世群旗 及生命旷野的种种试探和考验 让我们在感到生命旷野中的痛苦时 能得到平安跟慈悲 让我们在生命旷野中感到疲惫和倦怠的时候 能体谅忍耐 并且重新获得力量 而也让我们在感到生命旷野中的恐惧的时候 能获得爱 获得勇气 阿们 阿们